神通 神通就是說 有的人他可以看出他的不究竟 有的人他很著迷 有些事情就是說 你沒有讓你餓過你就不會心心 像佛陀他本身他擁有很多的這些神通 但是他很少很少用神通去度化眾生 比如說你這個人他會看音源 你這個人就 需要耍一些發招讓你看才用一些 不然的話佛陀很少用神通的 那幹嘛要有神通 就是說因為人很天氣很天爺 那有時候沒有讓你這樣玩弄過 你很難死心 再講到這裡 因為有關五上分解這一部分 我本來還有一段很精彩的敘述 那一段我沒有把它附在書本裡面 因為他想說以後再跟有緣人再分享一些 五上分解這方面的人 再來我們講說有關於神通方面 我想說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就是說 大家有在前一段期間都常常會聽到說 大陸有一些什麼特異功能 有沒有 有沒有 特異功能 我們現在沒有針對任何人 而是針對這些事情 但是很多那種大陸特異功能 後來被什麼樣的人拆穿 對 被魔術師拆穿 那對那些大陸特異功能在還沒有被拆穿之前 一些學者 一些專家都還在幫他們背書 因為那些學者專家他們很驚訝 哇 這麼神奇 這麼偉大 在照他們那種理解的方面 就覺得說這個不可思議 沒辦法理解 所以就幫他們那個背書 就覺得說他們真的很厲害這樣 但是魔術師把他們拆穿了 那為什麼魔術師能夠拆穿他們這些 對啊 通常 你玩什麼發向我很清楚 但魔術師會跳出來 這個也是有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講說魔術師跟這種 以一種那種特異功能 然後不是真的 然後又是以那種假的特異功能 再欺騙眾生的 這兩種有什麼樣的不同 講大聲一點 當然這樣的區分也可以 還有 魔術師是以這個為大的職業 是他的正當職業 這個他來 另外一個那個詩 他是以什麼神機 這是欺騙的 欺騙的 欺瞞的 對 不錯 還有能不能再講更具體的 還有沒有 同樣魔術師在表演 跟以假的特異功能在欺騙眾生的 這兩種他主要不同的 有很重要不同點 一個知道 一個已經知道了 要接受要被騙了 一個還沒有準備要被騙 你這是站在那個觀眾的立場 現在是當事人 會讓人家明白 會有疑惠發言 這也不錯 不錯 怎麼樣 七星當中 出發點不對 怎麼樣不對 他沒有存三念 好 我們現在歸納大家的那種答案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不同點 就是說魔術師他是怎麼樣呢 這是我正當的一個職業 那你們也知道我玩的是假的 對不對 我也知道這些是假的 所以我們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我用一些奇異的 很奇特的發招 讓你們看得目瞪口呆 而這裡面是一種有娛樂性 但是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只是說我們要看那很技巧的這種方式 讓你能夠這樣 等於說顛倒你的視覺 所以這其中有沒有欺騙的心 沒有欺騙的心 大家都很真誠 很如實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沒有欺騙的心 真誠 但是那一種以特異功能做仿制 卻不是真的 卻不是真的 而卻強調是真的 這一種在裡面它的什麼樣的心態 對 這裡面就是有欺騙的那個心態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不同 魔術師他就看不慣了 我明明知道你這些 但是你卻不老實 所以就要把他拆穿了 所以這就是說 當然這只是一個 讓我們再更深層去提問的就是說 多少宗教師用類似的手法在欺騙眾生 知道嗎 所以大家要有求真求真的精神 只要我本身做不到的事情 我是代表各位 只要我本身做不到的事情 他說有多搞那種神通奇蹟 我覺得我都保留 不要一聽了 一看了之後 然後就盲信迷信 這樣知道吧 大家也要有那種求真求真的這一種功能 好 輪迴是否有現世當下及前世來世之分 輪迴 事實上我們不要把那個輪迴 又做得很玄的這些解釋 我們每天只要你還沒有解脫的話 每天都是在貪嗔痴裡面投出頭目的輪迴 知道嗎 你每天的心情苦受 熱受 不苦不熱 有時候心情很高興 有時候心情又掉入谷底 落入地獄 你心情很不好 很郁悶 生氣暴怒 那就是落入地獄 當你心情很安詳 很響渴 心胸很開朗 你的心胸無限 你當下就是在天堂 所以這個輪迴不要想得很抽象的那些 你每天的情緒都是在那齊齊伏伏 這就是一種輪迴 那麼轉世佛佛跟彌樂菩薩 是否也是人心所造 這個我想說有些方面 我們不便宜說得太明了 這個只能說有什麼樣的眾生 市場需求什麼 市場需求什麼 就會有這樣的那種商品出來 我們點到為止就好 再來 佛說法媚進經是否為為經 我想這個我們真為方面 我們不去把它做一個論斷 因為如果我們說這是為經 那認為真的人他就會跟你吵 真為方面我們不去做論斷 只是說這一部經它有沒有幫助你見法 有沒有幫助你解脫自在 如果沒有 那這個經我們可以把它保留 這算是一種方便法 這樣知道嗎 如果這個經它能夠幫你見到法解脫自在 那就沒有真為之分 它就是闡述著宇宙的真理實相 幫助我們解脫自在 所以我們真為方面不在於 那個斤斤計較那些 而是在於有沒有真的幫助我們 正業定業如何不得轉 正業定業什麼不能轉 那是後來的一些說法 我想我們大家不要被正業定業這些 把它那個局限住了 只要大家能夠歸零 你就是無限的可能 這樣知道嗎 你能夠歸零 你身心能夠柔軟的話 那麼你就有無限的可能 這一生這一世就有可能解脫自在 如果你去抓著很多的那種過去的觀念 抓著很多過去的那些包袱 那麼是你所抓的包袱在把你拖拉著 那你認為會說我的什麼命苦 我的業力重了 那是因為你抓著你不放了 只要你願意放隨時歸零 你都是有無限的可能 OK 所以不要被那些什麼種種業束縛住了 阿漢鏡裡面很少講這些定業那些的 很少很少 都是講你現在怎麼樣讓你的身心柔軟下來 然後回到現在回到當下來 好好的去體會法 好好的去憲見法 憲世解脫自在 好 OK 好 我們現在看第一張天文正法 使尊告尊者社利佛 所謂留者何等為留 這一章的那個簡短問答蠻重要的 這個就是說佛陀他曾經開示過 然後他這一次又在問社利佛 等於說來個檢驗 你所了解到底是如何 等於說再來個check一下 看對不對 所以世尊就問社利佛 什麼叫做留呢 何等為留 這個留就是說入聖者之留的方法 怎麼樣入聖者之留的那個方法 然後社利佛就回答說 世尊所說留者為八正道 你曾經說過 所以入聖者之留的方法就是八正道 那更具體的講就是出世間法的八正道 因為以後我們還會再把它分出來 什麼是世間法的八正道 什麼是出世間法的八正道 這個世間法跟出世間法的八正道 如果沒有區分出來的話 你很多的這種作為修行 都在世間法裡面繞 都不知道 所以這又很深的一個區分 以後我們再把它區分出來 為入留分者何等為入留分 這就是說佛陀就繼續問他 那向出國的四個條件是什麼呢 入留分就說向出國的條件是什麼呢 社利佛就回答有四種入留分 入留分就是向出國 這四個條件就是 親近善男子 親吻正法 內政思為 法次 法相 親近善男子就是親近善知識 然後聽聞正法 然後當你親吻正法之後 聽聞出世間法的正法之後 然後你會逐步的 你每次的聽聞 你就會每次去思維 所以你會聞思並重 然後聞思修 在你每次的聽聞之後 你在日常生活中 你就要逐步的去做 不是裝甜一些知識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上到第七堂課 如果說這樣七次下來 你沒有覺得你在明顯改變的話 你沒有覺得說你有明顯的突破進展的話 那表示你還沒有聽聞到那個法的法位出來 只要你有真心認真在聽聞的話 你每次的這種聞思之後 你回去你都會不斷去聞思修 在日常生活中就在檢驗 就在體會 那你各方面都會不斷地在突破 在成長 好 所以就是說內政思維 法次 法相 就是這個意思剛才講的 你就會逐步的按照這個解脫道次第 一步一腳硬 一步一腳硬的紮紮實實的走 好 那佛陀就繼續問 入留者成就幾法 也就是說正道出國的要成就哪些法呢 要做到怎麼樣才算叫做正道出國呢 有四分成就入留者 何等為事 為於佛不壞境 與法 生 聖戒 成就 這也就是說成就事不壞境 成就事不壞境 事不壞境 這樣大家知道吧 就是佛 法 生 戒 這四種 佛 法 生 戒 你對這四種你成就了你的不壞境 這個不壞境就是說你的信心非常的堅固 不會動搖 好像有句話說什麼 還可哭 死可爛 此情不語 那個意思啦 但是世間的藍女這方面這好像都照著給他 開一些空頭資料 當然也有可能有真的啦 不過我所看到往往那開空的資料占蠻多的 那我們這個成就事不壞境就是說 你真的到達那種還可哭 死可爛 我此信心不疑 那個意思啦 但是記得這事不壞境它有一個核心點 有一個核心點 你要掌握到哪裡才能夠到達這個事不壞境 你要掌握到哪一個角度 它有一個重要的核心點 這四種裡面哪一種是最重要的核心點 法 是這個法 你這四種要到達不壞境 它的核心點是在這個法的確認 好 為什麼是法呢 如果你沒有見到法 你光是對佛的一種禮拜 恭敬 謙誠這些 你那個核心你都要再站不住 你頂多只是那種宗教的那種狂熱 宗教的那種情潮 產生對佛的一種信心這樣而已 那個都不是真正的不壞境 我們再說這四種次序 佛陀他本身就是因為他體悟到法 佛陀體悟到法 他才體悟到真理實相 他才解脫自在 那在佛陀有法 佛陀先說法之後 然後有跟他那種修行的這些聖者出現了 這個生代表是四雙八倍的那些修行的聖者 然後慢慢的人數增加之後 因為大家要生活在一起 要制定一些公約 制定一些大家生活的一些公約 所以戒律才這樣出來 那在最初的時候 佛陀 佛法以及生團人數還不多的時候 那時候都只有講一些重要原則這樣就好 因為一開始大家素質也蠻高的 人數也不會很多 那素質也蠻高 所以制定的戒條就不多 如果大家素質越高的話 我們所需要的戒條怎麼樣 所需要規定的戒條怎麼樣 對 就越少 越少 所以最初就只有規定一個就是說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這樣就好 你做事 你就從你的良心理性出發 掌握一個大原則 因為大家能夠自動自發 你這個分寸你可以拿捏 那你掌握這個原則 那你進入實修 這樣的正果才會快 如果你一直在那個戒律上面 戒條上面 哇 斤斤計較 這樣如法還是不如法 這樣對還是不對 那別人這樣做對不對 這個人怎麼是這樣做 你如果在那裡這樣繞的話 那你會沒完沒了的 所以整個你對這世不壞境 它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說 你一定是聞法之後 然後你經過你的正思維 經過你的求證 聞思修 你去實際體悟道了 這時候你才對佛陀所講的法 深信不疑 這時候對法建立起深信不疑之後 同樣的 你對佛的信心會怎麼樣 才會真的堅固 你覺得佛陀所講的是真正的 是真偽 他看的 他所講的是真理 這時候你才會真正對佛陀產生不壞境的那個信心出來 那以前的都只是宗教的那種情操信仰而已 好 那當你對法 對佛有真正的信心 然後再看到這些有修有正的人 你會對他們很有信心 因為你本身也是這樣體悟到 好 所以你對這個生就會有很大的那種信心出來 再來對這個公約 團體生活公約這些 一些規約這些 你也會持守得很好 所以這樣才能夠到達那個世不壞境的成立 重點在於法 不是說 你這樣對佛陀在鄉境在禮拜 一直在禮佛禮燦 那個都只是還是在外表上面而已 這樣知道嗎 所以要掌握那個重點 OK 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後面的法語分享 我們講說正出國這裡是講說你要斷 就是說要事不壞境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 還就是說你要斷什麼解 要斷三個解 三個解就是身見解 還有戒進曲 還有疑解 有沒有 那個疑解就是來自於你對法的體正 疑解 你那個疑概的破除 就是來自於你的時修時正 你真的要你自己吃到 你的所有的疑問才會破除 所以那個疑解的破除 還有戒進曲決 有沒有 當你有智慧 你就會遲到那個戒律的精神原則 有一些戒條 戒向不必要的那些束縛一些 你就會知道說怎麼樣去拿捏 所以那個戒進曲決 那個也都要突破了 不是被那個戒向所束縛 所以再來那個身見解 因為你真的見到法的話 你的身心是很柔軟的 我慢也很大的降伏 所以那個身見方面的 它就會破除 所以事實上 事不外境跟那個三解的破除 這個都是連在一起的 OK 好 我們現在看 清靜有正知正見 有修有正的善知識 你就能夠聽聞正法 進而內正思維 依法 賜法 向而行 這是向出國 所以在大家只要好好的文師修 一步一腳印的做 那就一定可以逐步的上來 再來 文師修劇組成就事不壞境 事不壞境 然後再來 斷三解 這就是正出國 入善則之流 但是不要德少為主 這是跟大家做一個勉勵的 不要德少為主 要有不達目的 絕不中止的決心 一直向舊境 解脫邁境 你最初的這些文法 文師修之後 你最初我體會到無常了 再來 我體會到無我了 不錯 你最初有這樣的體會這是很好 但是這是正到出國 你穩定下來的話正到出國 但不是說事情就這樣就全部都已經已了 不是這樣 因為這就是說出國 二國 三國 為什麼還會有這樣一個層次出來 就是跟你建法體悟的深淺度有關係 那如果說你德少為主之後 就認為說 我已經開悟了 我已經怎麼樣了 那這樣的話你又會阻礙停止下來 而且那個我慢又沒辦法看到 又沒辦法斷出 所以這樣就又停止下來 所以正出國之後到阿羅漢國 這個時間要知道有多大區別知道嗎 正出國到阿羅漢國這期間有多大區別知道嗎 一個人正到出國之後 然後再到打正阿羅漢國 然後再到打正阿羅漢國 這個 蛤? 出國他還有七次的仁天王環 也就是說還有七次的生死 頭出頭末 還有七次的輪迴 還有七次 二國的幾次 三國的叫做不還 不還國 四國的它是此生此事就已經進入無生 所以出國到四國之間還有怎麼樣呢 七次 這個講的就是說你在涅槃的那一剎那 在死的時候 你如果是出國而走的話 那麼你還有七次的這些 那如果是你現在 現在假設說你一人之後 你正到出國 你就這樣自得一萬 停外 不可以上進 不可以進進 不可以繼續突破 那你就是沒辦法繼續上來 如果你正出國之後 你又繼續上來 繼續用功 這樣的話 你看你到達究竟解脫就越來越短 所以是有七世 七世 七世跟此生現在 現世之分 這樣子的 所以說不要得少為主 那也不是說那這一生這世要政大亂果不可能 沒有這回事 只要大家好好繼續用功 一定可以上來的 所以說不要得少為主 好 我們再看第二段 耳時世尊未比說法 勸發可養成就翻習 無量方便未比說法 勸發可養成就翻習 以如諸佛法 先說端正法 注意這三個字 先說端正法 文者翻閱 未說師 說戒 說生天法 悔自欲為災犯 生死為慧 稱嘆無欲為妙 道品白淨 注意這裡 這裡就是說佛陀他在講經說法的時候 一樣都有那個次第的 而且會看根基而定 如果你根基越好的話 他就直接講越高深的這些法 你越用功越有基礎的話 他就講越深的這些法 那如果是對一般的話 那麼他一樣會有一個次第引導上來這樣 所以你看未比說法勸發可養成就翻習 無量方便 活陀還是一樣會用種種方便 會用種種方便來引導眾生 這個就好像說為了引導 我們現在這是一個假設的區分 為了引導那種幼稚園 國小階段的這種層次 這種心智的話 那佛陀的那種引導教育方法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就好像說你要去教育那個幼稚園的小孩子 你必須要有一套更活潑更生動的一些方法 對不對 你要教育那個幼稚園跟國小小孩子 你用面對大學生或是面對研究所 對研究所那種那種態度來教幼稚園的小孩子 可行嗎 行不通的 所以這就是說 如果說他的機緣不成熟的時候 必須要用一些逐步的引導他們上來的那種方法 所以說無量方便 未必縮法 然後讓他們慢慢地對法 對修行產生那種渴養 那種動力逐漸出來之後 成就翻習以如諸佛法 先說端正法 這個先說端正法 就是說 說好說歹 讓你慢慢地 出發起那個修行的道心出來 讓你的心漸漸柔軟下來 這個都是屬於端正法階段 因為如果你善根福的因緣還不具足 你心不柔軟的話 文師不具足的話 那直接要跟你講那個無上聖身微妙法 你沒辦法體會 沒辦法消化的 所以逐步地這樣上來 所以說先說端正法 那內容有哪些呢 就好像說 比如說說師 說戒 佛陀就會勸說你要多行善 多布施 慈悲 說師 就是慈悲 布施 行善這些 說戒 你要受五戒 八戒 十戒 或是一些戒方面 說師 說戒 說升天法 如果你的因緣還不成所受 就鼓勵你好好的把那個人天善法 你先做好 那這樣的話 你只要做善 多行善 至少你將來不做惡道這樣 你可以升到天道這些 所以這些都是一種鼓勵 鼓勵大家不斷地上進 毀治癒為災 也就是說佛陀也會說 如果一個人一直在迷失在靈力堆中 一直在追逐慾望 他的過患後患會有哪些 他佛陀也會做一些解析 生死為慧 也就是說有生有死是凡夫 在生死海裡面一直投出投沒 這樣不好的生死為慧 稱嘆無欲為妙 這個無欲就是說你遠離了顛倒夢想 體正到無謂 我慢 止息 這樣你才能夠真正體會到無欲 無欲就是沒有個人的慾望 沒有個人的我是我能我慢 但無欲並不是說你什麼事情都不去做悲觀消極 絕對不是那回事 他只是遠離顛倒夢想而已 道品白淨 世尊未必說如釋法與佛 知彼有歡喜心 醉足心 柔軟心 堪耐心 聖上心 一向心 無疑心 無蓋心 有能有力堪受正法 為如諸佛說正法要 注意 這時候才說到正法要 所以一些前省方便 一些前面的這些 這是協助大家慢慢的 那種道心慢慢的上來 那這個就是讓大家產生那種歡喜心 產生積極向上的心 所以一方面也讓大家慢慢的心能夠柔軟 所以你看柔軟心 堪耐心 一向心 無疑的心 這樣你才能夠真正聽聞更深的 無上甚深 唯妙法 所以這時候你才有能有力堪受正法 為如佛陀所說的正法要 而這時候要講的是什麼呢 世尊極為於比說 苦極內道 這個講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你看很多的你在那裡 慈戒 布施 行善這些種種 他都指怎麼樣呢 做一些端正法 做一些人天善根福的因緣 這樣你才能夠慢慢的上來 身心柔軟之後 那才能夠聽聞到正法 那真正的正法 真正的那一種解脫 生死輪迴 就是你要深刻的去體悟體政 苦極內道 最後的關鍵一定要來到這裡 這樣知道吧 所以前面的那些只是端正法 後面這裡才開始要講正法要 那正法要的具體內容就是苦極內道 那為什麼說正法要的內容是在這裡呢 因為你要深層地去體會 什麼是苦海 身心的苦 自己的苦 內心的不安 眾生的苦 你都要慢慢地去如實地體會 你要見到種種苦 然後你再進一步去探討苦的原因 這是現象 現象也就是有個講的是國 當你去分析去看 看到自己的苦 看到種種種現象所呈現出來的這種苦 然後你才會進一步去探討 那這個苦的原因到底在哪裡 所以當你體會到苦的原因在哪裡之後 你才能夠對症治療 你才能夠針對這個苦因下功夫 好 再來就是說 那有苦海 那有沒有處理苦海的這種可能呢 這個就是你要進一步 活頭就跟我們講 活頭我本身我走過來 你們也可以去體會到體正到這個媚 媚就是苦的止息 也就是內盤寂靜 也就是解脫自在 所以修行不是說越來越苦 我們是要去體會苦 要去體會完隱 但是要找出原因之後 我們要把那個根本原因去除掉 再來就是要能夠到達內盤寂靜 解脫自在 讓解脫的快樂 解脫自在 所以這個就是媚地 那這樣我們才說 那我修行才有意義 對不對 如果說你了解苦 了解苦因 但是你沒有那種解脫的可能的話 那也不用修行 反正你了解之後就變成什麼 宿命論 反正的命就是這樣 那就會落入宿命論 你就沒有那種處理的可能 但是佛者跟我們講 這苦海可以消失的 苦海可以處理的 這就是媚 所以我們有信心之後 那好 那我要到達內盤 你解脫自在的世界 我要怎麼樣做呢 這就是道 我修八正道 走在八正道上 那我就可以到達解脫自在 所以你看 這個端正法就是包括布施 慈戒方面 布施 還有慈戒 還有仁天善法這方面 你看原始佛法是這樣講 那後來大乘的佛法是怎麼講呢 怎麼講 把這個苦極 說在體悟 文師在體悟苦極媚道人是什麼樣的人 對 說這些是小聖的人 這些是二聖的人 這些是不了意的 然後我們要去實行六度波羅蜜 有沒有 要去慈戒的布施行善 有沒有 但是那六度波羅蜜就是前面的端正法 這樣知道嗎 所以又變成一直在端這個 人天善法的端正法上面下功夫 而對這個究竟解脫卻是排斥 卻是不去重視 那你疏忽的這些 結果導致後來的說法 那你變成你要成果要解脫要多久 就要三大阿生七節 三大阿生七節多久 以前我在國學院研究所那時候 我也去推算過 照上面捨寫 然後去推算 去推算 至少至少三十億年了 至少三十億年了 知道嗎 那個三大阿生七節是佛陀 那個時候開始算還是什麼 你從現在啊 開始修 從現在開始修 所以真的就是說後來有很多的那些說法 實在是不正確 佛陀原來最初都沒有講說 你要解脫要三大阿生七節 沒有這回事 只要你這樣逐步的上來 這些六度波羅蜜這些 都是只是在培養善根夫的姻緣 這些端正 然後你慢慢的姻緣上來 你就要能夠 你就有這種姻緣可以聽聞到正法 在你姻緣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要跟你講這些 你就是會認為他這是小成的不了意 這個不重要 那就是善根夫的姻緣還沒有具足 你就要慢慢還沒了 知道嗎 所以你看真的解脫就是要這樣逐步的上來 OK 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 當佛陀跟御且長者講完這些之後 一個次第將慢慢引導他上來 你看我們這一間的最後一行 猶如白樹亦染為色 欲且長者亦復如是 於座中見世聖地 猶如白樹亦染為色 這是什麼樣 這是什麼樣的心態 我們前面都有講過了 他能夠歸零 身心柔軟 這時候佛陀 也就是善根夫的姻緣具足 能夠歸零 身心柔軟 這時候佛陀才能夠引導他去體正苦極昧道 如果你還在很多人之間 認為這個苦極昧道這不重要的 這是小成的 哇 那這個姻緣都還不成熟 這都沒辦法說的 要不辦法說的 那就隨緣 再隨便你再繼續一步 所以你看 猶如白樹亦染為色 願意把過去的歸零 然後身心柔軟 如實來探討 你看 很快 急於座中見世聖地 這事實上 因為佛陀以前他們的開示 大部分都是在禪修實際的那種修行之中 所以那一種你又有跟你開示一些之後 然後你又實際去做 去體會 很快你就可以體正了 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後面第三節這裡 第三節這裡 過去事實虛妄不實 不足喜樂 無所利益 佛則不濟 或過去事有時 但是無可喜樂 無所利益 佛陀也不說 如果過去事有事時可樂 但是對眾生沒有利益 佛陀也不喜歡說這樣的法 那佛陀 阿禄漢會講哪些法呢 過去事有時 接下來 蘇星 再來 可樂 有所利益 對眾生有所利益 如來盡之 然後寄之 注意這幾個 這幾個